不過剛剛講到 關於哄睡覺這件事情 我們在家裡哄睡覺 是我老婆負責 然後她有時候 她的期限大概就是半個小時 她就會開始 超過發火對不對 她就會發火 我就會聽到她在裡面 開始有點發火 我就要趕快進去救駕 語氣很重 對 因為我知道她 底子線快斷了 我要趕快進去交班 接替她 我說妳去外面休息一下 換我來哄 結果呢 等到我進去之後 反而不是哄睡 反而是跟她玩 因為就開始在那邊 眼睛閉閉 眼睛閉閉 好 張開囉 好 你眼睛閉開了 打屁屁 打屁屁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玩 打屁啪啪啪啪 然後開始笑 尤其是那個開關一打開 你隨便做什麼 她就會笑老闆 老婆會哄死吧 她是哄死的 越來越興奮 她就悠悠的緊繃 最多15到20分鐘左右 她就會晃到門口 你還不睡覺 你在幹嘛 你現在這樣子跟她玩 我是要叫她睡覺 媽媽會這樣 對啊 而且會遷怒爸爸 對 然後我就趕快說 好啦 媽咪叫你趕快睡覺 那你睡著 等你睡著的時候 爸爸再來抱你 對 趕快跑掉 你都把壞人退給媽媽 沒有 而且我 你們睡前很會抓狗 睡前 沒有 因為你哄 媽媽很重要 你哄她 比如說你的理智線 就是半小時 然後你希望她九點上床 你會覺得到九點半 十點 對 她身體不好 那那個時間到 她就是要睡 那超過那時間之後 如果爸爸只要一把他喚醒 他可能到十一 二點才睡 你老婆算好的 那我告訴你 如果是我打開門看到這樣 我大聲罵說 我叫你睡你 為什麼還跟他玩什麼 過橋遊戲跟坐高高 我老公還回頭說 你看你看大野狼出來了 真的 老公就是 對啊 就是豬隊友 就是我前面做這麼辛苦 搞了十二點睡覺 這樣怎麼寫 真的 可是妳自己有特別的 我比較難過是 因為我覺得 我蠻注重節日的 以前我是規定我老公 也不是說規定 就是我覺得 過年過節就是要 照顧到我的感覺 就比如說我覺得 生日一定要送禮物 不見得要貴重 那起碼吃頓大餐 送個禮物 要記得那個日子 真的 對 很重要 現在不記得 我覺得 不記得什麼結婚紀念日 那些就算了 但是妳知道生日很重要 以前妳看他生日的時候 就會帶我去那種Villa 度假 還有 都一個世界 他就專門定一個地方 只有我跟他 Oh my God 然後 現在呢 就是女兒生日要出去玩 然後可能通常就是想要去 環球影城迪士尼 或是近一點就是什麼 見湖山 或什麼什麼 小人國 一定要 可是現在就是一定要去 迪士尼 妳很想把妳老公的臉公開耶 我當然要公開他 我就是希望 大家來公審他 但是女兒生日去迪士尼是合理 我生日 他也會把我騙去迪士尼喔 他就會說 我們要全家一起的感覺 那我們還是去迪士尼 但去了迪士尼是我生日對不對 為什麼 米老鼠看起來比較像女主人 我在旁邊 我剛剛就是試著把妳K掉 他們才是一家人耶 跟著去的非擁擠 你應該是幫忙拍照才對啊 真的沒有五十 真的耶 對耶 遮起來好像 不應該看見這個畫面 妳一直勾著妳老公的手 跟牽著妳的孩子耶 對 把這個人修掉好了啦 對啊 所以我就看到 他們應該出現了 那是我的生日耶 生日 然後 我剛剛這一次迪士尼我最生氣 是因為 我就想說那一定會有驚喜在後面 我預期待夜期待 就是半夜 因為我覺得可能枕頭底下 會有一個Tiffany 或是有一個什麼你知道嗎 到時候 到半夜我就說 是不是要切蛋糕了 我老公可能真的心慌了 他就想說蛋糕 這種老夫老妻也要蛋糕 但他又不敢忤逆我 他就打話叫迪士尼說 你們生日壽星有沒有蛋糕啊 然後過了一陣子 那個迪士尼送進來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種親子旅館 小朋友的地方 有那種毛巾折的蛋糕耶 他送進來一個毛巾折蛋糕 還是三角形的說 這是祝賀小姐祝妳生日快樂 你搞的迪士尼他們也很為難對不對 不是 就是迪士尼從中原到現在 沒有折過三角形的毛巾給個人 沒有他們都有 但是這就是給小孩子的 像剛剛那種度假的 也可以一家人一起去啊 可以啊 但是他就不會開心 他覺得沒有影響 他就覺得女兒開心比較重要 對 他就覺得不如 可是他就忽略掉我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都覺得 我不想要跟他們一起出去 我寧可 我寧可跟甄莉出去我告訴妳 那媽媽放鬆 對 我寧可自己出去 我也不要 媽媽帶小朋友去那個兒童樂園 媽媽沒有放鬆 當然卻沒有 對 那一拍照拿東西什麼的 對 排隊流汗 對 最後我覺得呢 我一定要在這裡很慎重的聲明 爸爸們 請你們不要再把自己的原則 一直在跟自己拉鋸 就把原則寫完之後 遇到女兒就整個原則單就撕掉 自己打自己臉 自己打自己臉 對 沒有任何原則可言 BEN在管水水的時候 是規定他說 你要穿 你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就要穿什麼樣的褲子 那褲子要扎進去 男生嘛 襪子要穿好 不要拉哩拉遢的 所以他會很在乎 小朋友出去整個衣服乾不乾淨 有一天我女兒就是覺得 中午吃飯的時候 要跟家禰一起吃飯 她堅持要穿這件出去 我就說你要說服她 不要讓她穿 因為我要回去帶她們 我就說你們為什麼不堅持讓她穿 她說不會啊 穿這件出去就是很可愛啊 我說下面有這個虛虛 他說虛虛我幫她剪掉就好啦 你看後面這個虛虛已經全部都沒了 因為她已經剪到 就是後面的那個 那個沙都已經被爸爸剪光了 就原本的沙都已經被爸爸剪光了 但爸爸就覺得 沒關係你穿什麼出去 我都接受 你都是漂亮的 對 然後現在還規定女兒就是 因為我曾經有跟她講過說 那如果你兒子 十五歲交女朋友有什麼關係 她說很好啊 十五歲交女朋友很好啊 代表我兒子行情夠好啊 那我就說 那如果你女兒十五歲交男朋友 她就說來家裡 先來家裡聊聊看 她現在就規定女兒 不管你穿怎麼樣 你要穿裙子 一定要穿安全褲 我女兒在一歲半的時候 就開始穿安全褲了 這是哪裡買到小朋友的安全褲啊 美國 她就穿到現在 你知道一歲多的小朋友 還在包尿布 很悶耶 很悶 夏天的時候 她是堅持說你穿尿布 就是要給我穿安全褲 她已經穿著尿布了 還要穿安全褲 對 我說尿布就是一個 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嘛就是那個牌子 要嘛就是那個牌子 沒有內褲可以 她說沒有 那就是內褲 所以要穿安全褲 聽起來阿Ben是很 很早就開始男女之間 要分得很清楚的 對 但是她最沒有原則的一件事情 是到便利商店 像我們會給哥哥一點鼓勵 因為水水真的比較暖 她就是很懂得讓弟弟讓妹妹 那我們就會覺得 你很乖很懂事 不然我們去便利商店 你待會兒自己挑個小東西 因為便利商店的東西 就很小一點點而已 那哥哥也會知道說 小東西所以她挑小一點點 這時候妹妹就會拿著 一整組主菜的說 爸爸我要買這個 爸爸就說 買這個啊 走待會去結帳啊 妹妹沒有做任何事情 原本是要給哥哥的獎勵 變成兩個都有禮物 這樣哥哥心裡面會不會 對 哥哥就會覺得說 他這樣子我到底 以後會不會隨機殺人之類的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胡說八道 沒有啦 那我還要這個 平時要拿Wispy啊 聚酒交叉 謝謝你們